在過去幾天 恆子絕對悶急一場 好像被人碰了一月一樣 維持在萬八這些位置上落落 不懂得動有不懂得動的玩法 在五月底提過同學說 不如我們做一個short17,500 拿回萬七的put option 然後上個星期四說到 因應自己倉底的情況 做到萬八的short call 以當時開倉的價格 去到這一刻每邊都有大約五十點代 要有些東西收拾回來 而這個頻道 其實都提過類似的動作 但因為我們逢星期二出街 這個時間上有少許出入 在兩個星期前 就提過我們當時做 可能都收回一百點左右 就選擇了17,700行使價的short put 然後下面呢 賺到16,900的put option 現在大致上打個和 但如果我們配合了萬八的short call 也有些東西收拾回來 但是 市場不動 那不代表股票不動 在昨天的課堂 我就在金鐘和一些學員 分享過九隻以上的資產 今天呢 也都會在YouTube和大家分享 好幾隻股票的一些潛在做法 在正式開始之前也都介紹一下 先說一下 我是輝立的業務副董事George Ho 我們這個頻道呢 從星期二就會出街了 有些功能 例如張子分段 和字幕功能 大家都可以使用 如果看完這段片 大家覺得有幫助的 請給個like 把這段片分享給你的朋友 未訂閱也請訂閱輝立證券 好事不宜遲 我們看看 今天 首先講一下 恆子 在點閱狀態下 有什麼潛在的部署 然後會分別說 兩個板塊 科技股 雙湯 和比亞迪電子 另外一些很傳統的板塊 中夷動 和中國雲橋 首先看看恆子 這個是 昨天收市的圖 但是其實 和今天的圖沒有太大分別 因為過去這幾天 市就一直在萬八這些位置 來掙扎和徘徊 為什麼市好像點了月 在這個位置 主要有兩個原因 其中一個 之前分享過 萬七頭萬八頭 是兩個恆子近期的支持位 而最近就一直在萬八這些水平拉鋸 試試看穿不穿到 而第二件事 港股好像在等消息 在過去過幾月 四月中去到五月急升上來 某程度上 就是大陸一系列的消息大動 現在 現在高位回回來 又好像沒有什麼新的跟進 大家就等下 大陸會不會有些新的政策出呢 大家在衝頂著 特別是 接下來七月又有三中傳媒 甚至七一回歸 會不會所謂有送大禮呢 凡此中中 有些什麼預期呢 例如 內房方面 之前推了一些政策 效果現在好像都 不是太強 會不會又有新的政策推出來呢 甚至之前傳聞的 筆水 買港股 要給股息水 是不是會撤銷呢 這些憧憬都會令到市場觀望 未必 過市這麼快有太大的變動 如果過市真的繼續點閱 還是這些位置不動 可以怎樣做呢 萬百這個位 第一個支持位 不算貴 但是 試得幾時 隨時 過多一個禮拜 就跌穿下來 最理想當然是 等它跌深一點點 才出手做好倉 是不是 但是如果 又擔心等不到 了 轉頭升上來 我們現在都 接近六月下旬 做了七月的期權 類似的動作 縮到17500的put option 跟著下面 回到17000的put 不怕悶的 其實最重要是 策略有沒有效 這個動作 現在做七月 大約一個半月左右的時間 每套我們收 百五點期權金回來 換言之去到七月結算 過時要低於17350 樓下 我們才會輸錢 如果大家認同 萬七頭是第二個多強的支持位 這個打和點 怎麼看都不算一個差的做法 更加重要是 因為我們有longput 就算市 不理任何原因 暴跌下來 跌穿萬七 我們輸盡都是輸有 這個好像 還可以 如果 想再安全一點 就是分駐開倉 我們要面對 只不過是 一路跌下來 跌市的風險 但是如果分駐開倉 是不是一路跌下來 跌到這麼想 我們再加類似 這些shortput 下面nonput 封底 所謂 put option 不一定 如果大家認同 萬七 是有多強的支持 你真的跌下來 這些位置 我上面這套put option的組合 輸盡輸有限 在這個情況下 我分住 我加薪倉 不如我做個long call 跌到去萬七 這個是一個 OK強的支持 做個long call 如果不求 不求 好像4月中 一升 三千六 三千七百點 我當它只是升 一千點 上來 這裡 都非常吸引 對不對 我們說 如果 由萬七 升到上 萬八 那我們這個long call 出來的回報 應該都不錯 萬一真的看錯 這一套 本身 輸有限 put option long call 我們都是輸有限 風險有限 但是潛在回報 應該挺吸引 這個策略 這個是 恆子爺的部署 好 接著說一下 兩隻科技股 比亞迪電子 二百五 大家看看 好厲害 4月中 升上來 還可以說跟過市 升 但是為什麼 去到五月底 六月頭 繼續爆上來 今天曾經 見過四十元 流上四十一元 其中一件 其中一件 就是AI 但是這個AI 我們在說 是Apple Intelligent 這是什麼呢 因為蘋果 就說 它將會 將TrackGDP 這件事 集成到 Servy 這個功能 但是 怎樣才能用到 這個 Apple Intelligent 這個AI 必須要 用一些 新的芯片 所以 會吸引 會吸引到一些用家 可以在手機上 用一些AI的功能 有機會觸發一輪的換機潮 而其實 除了蘋果 它自己 這個Apple Intelligent 之外 大摩也說 華為最新推出的 這個手機系列 就好像沒有去年 這個Mate系列 那麼受歡迎 變成蘋果產品 在中國 似乎 華為絕對是 一個很大的競爭對手 似乎現在華為比較弱一點 蘋果產品 在大陸的銷售 應該會做好一點 他CEO也說 對中國市場的看法 是正面的 在這個情況下 比亞迪電子 幫蘋果做組裝的 幫蘋果產品 自然有機會受惠 而除了Apple Intelligent 我們說回 實際上的AI 其實都可以受惠 現在市場在意 是邊緣AI 意思是什麼 不是雲計算 是說我們在電腦 在手提電話 不需要上網 都可以應用到AI的功能 這個是市場一個很大的焦點 而比亞迪電子 就預計 在正式認知的AI方面 接下來兩三年 可以的收入 增加到一百億人民幣 這是一個不錯的發展空間 不要看蘋果 我們看回 他本身 阿媽 比亞迪 剛剛才給歐盟 加徵一個電動車的關稅 但是比亞迪給人 加徵的額外關稅 是最小的 17%左右 考慮到比亞迪本身的 營運規模的優勢 各種各樣 現在的加徵進口的關稅 都好像陳鵝樂定 不是價太多 比亞迪電子 是供應不少產品和服務 給亞迪造車這間公司 在這方面 亦都應該可以受惠 其實 我們看一些實際的數字 營業額和順利 都說有三成流上的增長 前景OK 業績盤數也交得美 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什麼時候出手 做給亞迪電子的好倉 我自己就覺得 安心一點點 可能等它回回 36或33元這些金融水平 但這個世界 不可能這麼完美 未必等到它跌下來 甚至一輪急升 今天扯到41個多 回回到40元以下 有機會這些位置 一兩天之後 繼續爆升上來 那怎樣呢 如果又擔心40元這些位置 追進去比較貴的話 因為潛載的做法 首先做個44元 今個月到期的Long Tour 不貴 因為只剩下10天 有結算 兩毫多指 不用三毫一股 就可以做到這個Long Tour 如果未來幾天 再升多10% 去到44元 甚至升穿 這個Long Tour的回報 非常吸引 萬一跌下來 萬一跌下來 Long Tour 兩個情況 第一個情況 我們最多就輸有限 輸了輸了期權金 但是大家想想 如果一隻股票跌下來 我們當時再做一些Short Put Put Option收回來的期權金 是不是應該會多了呢 如果它真的跌下來 不妨考慮一下 做到下一個月 七月到期 行使價34元的Short Put 到期時 如果接下來這10天 被電子跌下來 我們到期時 這張Put Option 收到的錢 應該會更多 七月才到期 還有一個月對外 事間值 好選不回太快 大家看看 這個Short Put 收到多少回來 今天 上午這個Put Option 都有五毫多指收 換言之 如果 遞電子 未來幾天 升不到上來 甚至跌 到期時 我們再做一個七月Short Put 收回來的期權金 假設 我們這個期權金 到最後結算 是代代平安 絕對掩蓋到 今個月Long Tour的成本 那麼加大歡喜 急升上來 Long Tour 如果我們要多贏錢 升不到 我們要做一個Short Put 只要七月不跌穿 34元 我們整件事 起碼不回輸錢 甚至會有些利潤 賺到回來 這個是比亞迪電子 一個潛在的部署 接著講一講 雙湯 雙湯20號這隻股票 大家會看到 都升過一陣 但雙湯這間公司 比較複雜一點 之前就主力一些智慧城市 現在就進軍這個 生成式AI 那他自己或者一些 券商就說 他這個日日新的大模型 是對標GPT4 但是 甚至說中文語境下 贏了GPT4 Turbo 但是你相當自己這樣說 券商這樣說 說服力有多大呢 我們看看一些 比較權威性的說法 IDC 在IT界都 幾舉足輕重的 一個機構 他做了一個 中國大模型的評估 在今年 他挑選了一系列的廠商 在七大圍道 挑選什麼廠商 才有一個優勢 相當第一梯隊 不要小看這間公司 百度最厲害的 在七巷的圍道 都有優勢 還有阿里 六項 相當沒有說謊 在IDC的評估報告中 他跟OpenAI GPT4 那裡其實大家都有五項優勢 大家同樣在中國市場 AI方面的第一梯隊 但是 就算在這個範疇做得不錯 都要行業有足夠的生意給你 有的 有的 二二年至二七年 這個機構研究 就說 中國這個生成式AI市場 規模增速是有86% 絕對是一個挺吸引的蛋糕 而商湯也都很懂得做 除了自己研發之外 也當然找回合作夥伴 包括和金山辦公室 和華為 彼此也有不同種類的合作 會做事 除了找合作夥伴之外 當然他不止 剛才說的 日日這些新成式 AI 例如這個 遙錦運可以做些什麼呢? 自動化分析間諜的數據 這個遙錦運 可以幫他賺不賺到錢呢? 一件事 但是大家知道 中國內地其實都頗重視農業 這些你提供到這些產品服務出來 加分項來 將來可能就 有一些正面的效果 不過 商湯說了他的好處 他的壞處也都很明顯 在去年 全年 股東應佔虧損擴大 那麼 收入 也都一起跌 收入少了 損失增大了 你家公司還在燒錢 而剛才說的 賽道三成式 AI這麼吸引 但是中國的競爭非常之強 百度 阿里巴巴 很多其他數得出的 和 IT有少許關係的公司 大規模的 都可能 撐了一隻腳下來 和商湯正在燒錢 可以隨時來 就要做融資了 這些都是商湯這隻股票的一個顧慮 在這個情況下 商湯應該怎樣做怎樣出手呢? 他在AI行業那裡 好像也有個不錯的表現 不過 負面因素也這麼多 等一等 等一個馬入的機會 馬入的機會在哪裏呢? 我簡單一點給大家參考 如果短時間之內 例如兩三日的時間 他可以升毫半指 例如現在1.35 上午收時 他彈毫半去到過半 或者 轉跌到過二 但是過二之後呢 兩三日的時間 彈回到1.35 這一刻呢 就可能會顯示 一個上升動力出來 當時相當有其權的 我們到其時看看 直接買他的證股 或者做他的long call 我們就等一個買入的時機 當他短時間之內 進入這麼多的升幅 我們才考慮做相當的long call 整個電視就會比較穩陣 因為他的負面因素也不少 講完這些科技事 講一講傳統版塊 中二棟 中二棟絕對是一間好公司 過去這段時間都一直上升 那他有什麼優勢呢? 其中一樣是 這麼大一間 中國電信三大龍頭 他是最大的 而在他行業性質 營運那裏 沒什麼可能會受 中國政府一些負面政策的影響 而另外他主要業務在中國 亦都不需要怕美國 或者歐洲 對他有什麼限制和制肘 行業防守正有 另外的股息率都不錯 基本上都有六厘甚至再高些 不過問題就是 我覺得這些位置有點貴 吸引一點 可能等他回回69元才買 就會好些 但考慮到他 股息率都不錯 不過又有防守性 這個位置買 有沒有問題呢? 未必會輸錢 但是 我們買股票 其實有時候就看看 帶來的利潤 他會不會買完之後 一直升升到80元呢? 不排除這個機會 早前都去到75元 但是 如果中二棟上到80元 可能其他股票的升幅更大 我們如果看港股升上來 可能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如果我們說中二棟的防守性 升了這麼多 現在這個位置 起碼不可以叫便宜 這樣的情況下 真的想做這隻股票 我覺得不如忍一忍一忍 觀眾不知道這間是甚麼 做鋁產品的製造 電解鋁等等 大家一聽 這些 很傳統的工業 有甚麼值得提 很平淡的一個行業 因為近期 鋁材的需求很強勁 而供應也很緊張 這些情況自然 你做鋁的有機會會賺錢 為甚麼會出現這個情況 供應緊張呢 緊這麼大 全球有接近六百萬噸的氧化鋁供應受阻 不計中國 中國供應的多 不計中國的供應 這個受阻的氧化鋁數量 佔全球供應的差不多一成 其中力託就說 因為天然氣短缺 澳洲的氧化鋁出口都有問題 在中國 中國的供應是OK的 但是 因為 大陸現在環境 採礦安全等等 現在去本土的鋁土礦供應 都有問題在 供應受影響 需求 大家知道 中國現在的電動車 新能源車是做得很好 還有干服行業等等 都用很多的鋁材 所以 工業 供應緊張 需求強勁 變相鋁價就升 中國可不可以做多些鋁出來 加大產能 因為環保的一個種原因 近年中國好像想把鋁產能 的上限鎖死了45萬噸 現在 維持在這個水平一段時間 在政策上好像沒有什麼上升的空間 不是那些工廠不肯加產能 是政府不批你做新的產能出來 而雲橋有什麼好處呢 一早就報告 在幾方面呢 你沒有鋁土礦做不到鋁 它有土礦在 那它的行業 它從事中的業務 除了有礦場 鋁土礦 可以做氧化鋁 它自己也有供電系統 也有鋁合金 加工等等 我們說它氧化鋁的 自給自足率是超過100% 它不需要怕 沒有原料來做氧化鋁 除了這方面的佈局之外 它也將一些電架鋁的產能 有很多人搬到雲南 佔六成流上 為什麼呢 雲南水力發電 比它在山東火力發電要便宜很多 這些也是一些成本的效益 大家會看到 這間公司做得不錯 而歷年股息都OK 不算差 現在雖然股價升了上來 股息率基本上有5%流上 大家知道 就是剛才提及過 可能會不會遲些大陸真的撤銷 不需要來買港股的股息稅 那股息率你不錯 可能吸引到一些好息之徒 來買入中國雲票 更加一個趨化勢就是 這間公司之前 一直珍視自己的股票 很久之前也發營起 過去這半年的淨利潤 相對於二、三年增加了兩倍 為什麼呢 因為旅財升了 它生產成本有些也跌了 這些加起來 主要是這些 和上年的基數 業務增長很漂亮 發營器 運票 我自己覺得比較遺憾 就是它沒有期權可以做 我們可以選這隻股票 是不是買呢 什麼位置買入呢 升了這麼多 有一定的調整下來 但是它的賣點在 而暫時未看到 旅財的供求關係 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都是供應緊張的 這樣的情況下 可以分住 12元這些位置都可以直接出手 向上看多少呢 它破之前13個半左右這些阻力的話 14甚至14個半都會有機會去到 我暫時初步看看14個半 有一些大行的看法 甚至看到15元流上 這個是我對中國雲橋 這隻很傳統的行業 女財公司 但是因為它自己本身是做得好 各方各面的行業佈置安排 所以在近期絕對可以看高一線 今天分享了恆子整個大市的部署 亦都說了四隻 分別是科技股 兩隻 傳統版塊 兩隻的一些潛在看法和策略 希望大家覺得 今天的內容是有幫助的 如果覺得資訊有用 請把這段影片分享給你的朋友 還給我們一個like 還未訂閱也請訂閱輝立證券 多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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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各位